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呢一點點回溫 顯著的轉晴一點點 甚至有一點陽光出來 不過呢有沒有看到北部跟東半部迎風面有一點水氣啦 所以迎風面還是有點陣雨 但是西半部開始回溫晴朗起來了 明後天呢有一點水氣從這邊這樣移進來 可能會才從這邊移過來 所以可能有點短暫性陣雨 但是溫度呢是慢慢的在回升當中 雖然有點東北風要增強 但是沒有太多 都維持類似的溫度 請大家好好把握啦 但是沒有辦法回得很多 各位可以看得到其實未來這兩天的天氣都很相近 溫度大概慢慢慢慢回升 當然迎風面還是偶真雨 慢慢趕回吹東風 所以禮拜天會稍微回溫一點點 一點點水氣啦 那要注意的就是下禮拜 有沒有看到新的一波 比較乾的這個冷高壓又下來了 這一波有機會低溫 有可能會再破紀錄 簡易是再往下拉一點點 沒有說特別冷 但是有可能會12到14度之間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這樣的變化 下禮拜還有一波的冷空氣會再來 那台灣天氣呢這幾天 東北風的迎風面 持續在東北部有些陣雨西半部非常的晴朗 各地慢慢的回升當中 所以未來這幾天降雨 還是以東北部迎風面的陣雨為主 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是迎風面的這個陣雨為主 那西半部還是比較晴朗一些些 溫度上呢慢慢的要開始回溫了 慢慢開始要拉起來了 都是維持這樣上上下下的波動 但是不會太大 但是下禮拜呢 有一波可能會落在這個地方 下禮拜三四的時候有一波在這個地方 其他的天氣呢 大致上是蠻穩定的 那中部呢 其實也是類似的這個環境 是89度到 27 8度 北部跟中南部其實落差是蠻大的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北部呢 南部也是一樣 20到22度 25到27度 所以慢慢開始要回升了 所以各地的天氣大致上都還算還不錯 北部呢慢慢要撥雲見日不會那麼的濕冷了 請大家好好珍惜 那預計呢 禮拜四白天來說的話 各地都可以看到到陽光 但是東北部 特別是雞南 宜龍 還容易偶真雨 東半部雲量比較多啦 那我給大家一點建議 冷高壓冬移了 水氣減少稍微回溫 但是周四會的血氣力會增一點點 但是應該感覺不大出來 只有北部比較明顯 銀封面呢 陰塵偶陣雨 下周呢還是有冷高壓南下 這波有可能會 比之前還要再乾冷一點點 有機會輻射冷卻要稍微留意一下 知道要變化